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气 产金的人很熟悉的一个指标 它叫做布兰特原油指数 在五月的时候它竟然被修改计算方式 那到底什么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这个世界上有人敢修改最受关注的指数 布兰特原油油价指数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很特殊 因为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布兰特原油事实上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上亿桶的原油在交易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交易价格 是以布兰特原油为参考的基础 它连期货的合约也是用布兰特原油的价格来做定约的基础 甚至还有一部分的政府是拿这个来设定税率 消费者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 我们一定每天都有可能受到油价的影响 同时其实这个布兰特原油 因为在国际上如果要考量原油价格的话 几乎都是以布兰特原油为标杆的数字 所以亚洲的液态天然气价格 它在设定上也是以布兰特原油的这个油价指数来做参考的 更不要说 其实我们几乎每一季 每一段时间 世界各国的总体经济的指标 常常也会包括布兰特原油的数字 虽然这么熟悉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 世界上产油国或售油卖油 最多的这种市场或国家是哪里 其实不是欧洲的北海 其实是波斯湾或俄罗斯的油产 俄罗斯跟波斯湾的油产 事实上比北海的这些油产 它的交易规模还要大 那我想问大家 那为什么布兰特原油可以代表国际的油价 波斯湾的原油售价或俄罗斯的原油售价 却没有人把它拿来当作标杆的价格指数 为什么 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其实波斯湾的这个原油跟俄罗斯的原油 在市场上的结构都很奇怪 都很特殊 要嘛就是独买 要嘛就是独卖 那要嘛就是这个政府部门有用税制来扭曲 这些相关的价格讯息 甚至也有很多政治的行动干扰价格的定定 因此当这么多干扰因素发生的时候 波斯湾的油卖的再多 或俄罗斯的油卖的再多 大家就觉得这样的价格 事实上不足以作为一般普遍性的参考标准 所以因为这样啊 波兰特原油就变得很特别 它就具有一定的这种国际油价交易的一种参考价值 其实这个波兰特原油的价格指数 它已经有40岁的历史了 虽然40岁比我还是年轻一点 那已经有40岁历史的这个普兰特原油价格指数 其实前一阵子有开始使用程度降低的迹象 所以民间有一个价格情报的服务公司 欧洲的 它提出一个修正方案 这个修正方案把西德州的油价指数纳进来 这也是40年来首次纳入北海以外的原油价格 如果我们看一下40年来的发展历史 大概到20年前其实增加了几个油田 2002年四个油田的油品价格加入 一个是英国的 然后三个是挪威的油品价格加入 你知道这个油品价格加入之后 整个价格指数的边缀 这个整个价格情报单位的工作变得更复杂 为什么 因为如果只有一个油产的油品 那它的价格比较单纯 可是如果有不同的油田的油品价格 它就需要做调整 因为不同的油田 它的油品的浓度 甚至里面的某些成分含量 比如说硫含量各不相同 所以事实上它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之后 才有办法合理使用 作为一个大家来参考的价格指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概有些人慢慢可以有一些感觉 那为什么这一次要修 因为北海为主的油产 目前其实它的产量是持续在减少 所以当一个重要的全球价格指数 它的油产持续在减少 其实它的代表性是在降低 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如果要改善它 当然是要想办法提高它的代表性 你看像刚刚讲的油产减少 那这样那个价格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没有代表性 举例来讲 你如果夏天油井维修 哇天哪 价格就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影响市场价格 各类的活动越来越多 如果对相关的指数有所质疑 其实原油的整个交易 市场就会脱续 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是重要 结构性的问题要改 但是也不能频繁的修改 这个事实上还蛮微妙的 那目前在布兰特原油之外 还有一个还算被接受 被一定程度接受的 就是西德州的原油价格指数 过去有不少的价格指数 但是目前唯一成功并存的 大概就是这个西德州原油 但是过去之所以 我们有时候看美国市场 是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 所以我们会看西德州原油 可是等到回到全球的这个油价 我们还是要看布兰特原油 也就是说当初的西德州原油的指数 是被认为它比较偏向是美国市场的 供需状况 所以它的参考性就不像布兰特原油那样 那么广泛 所以当初没有把它包裁进来 是这个原因 所以可以这样讲 目前为止 虽然布兰特原油 有一些结构跟趋势的课题 但是目前布兰特原油的价格指数 它还找不到替代者 还没有人可以替代它 那目前的做法就是只好去优化它 所以刚刚讲的提案价格情报的服务组织 它就试着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它再加一个挪威的一个油田 因为这个是挪威文吧 我不太会念 那它的这个油品 也是有调整的需要 因为它的油品浓度比较高 然后它的流含量相对比较特殊 所以这个指数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它也纳入了西德州油价 其实西德州的油价也需要再调整 因为从西德州运到欧盟 它需要把运输成本考虑进来 边境指数里面 才能变成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种 中和的这种价格指数 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 因为乌俄战争之后 整个美欧阵灵都在抵制俄罗斯原油 所以现在其实可以这样讲 就是欧洲的这些能源需求 有越来越高的比例 都来自于美国的能源供应 所以目前这个美国原油输往欧洲的数量 它一直持续在上升 西德州原油把它纳进在国际的油价指数里面 大家开始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调整 其实这个调整 这个五月起就开始了 所以它五月起就正式启用了 所以我们已经见过不止一次的新的计算方式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市场已经慢慢习惯了 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通常三十天期的这种期约价格 跟这个期货价格的价差 是他们用来判断指数 新的指数应用 可能市场的一些 可能还不太适应的这个状况 那目前其实价差也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也就是说新的指数一上去之后 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然后慢慢市场又恢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常态 那看起来以权重来说 西德州原油的产量的规模比较大 所以它对综合指数的影响 有可能会比北海的原油的影响要来得大 不过因为目前的整体供需 美国的这个原油的供给越来越大 所以看起来问题也不是很严重 目前看起来 就是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说 后续如果这一类的指数 常常是由这一类的价格情报公司来提 其实反而大家会担心 那这种指数如果因为整个全球 国际的这个客观环境在变动 那这样的指数的稳定性 如果它每一段时间就需要调整 它会不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质疑 因此对它的使用有可能会降低 这个就是目前大家对 布兰特原油算法修改 大家有的一些想法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有趣的 大家熟悉的数字数据 但是其实它做了一个蛮重大的调整 提供给各位参考 所以以后在解读数据的时候 应该可以了解 目前它的里面的这个组成结构 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 从今年的五月开始 好 以上就是本周的趋势讲讲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